在北卡羅萊納州夏洛特舉行的民主黨全國大會上 奧巴馬星期四晚上 在再造四年的歡呼聲當中登上港台 奧巴馬對美國民眾說 需要更多年的時間來解決美國所面臨的挑戰 奧巴馬說他預請美國人民為實現在製造業、能源、教育、國家安全 和預算赤字等領域的目標而團結一致 這些目標將帶來更多的工作、更多的機會 以及在更堅實的基礎上重建美國經濟 奧巴馬發表演講的九個星期之後 美國大選就將在11月6日舉行 目前奧巴馬和共和黨總統候選人羅姆尼的民意調查支持率不相上下 奧巴馬提出的目標包括在2016年年底之前 創造一百萬個新的製造業就業機會